印度瘋狂試射導彈 號稱擁有精確反擊能力 美新任駐印大使釋放軍售信號 印媒隨即列出野心清單 美國速龍系統致命偽裝 運輸機變身超級轟炸機 美國國務卿宣稱 現在的美國與盟友更加團結 事實真的如此嗎 俄羅斯反衛星試驗刺痛了誰的神經 美國模擬太空作戰以中俄為假想敵 將太空武器化 美國才是始作俑者 軍事制高點用數據透視真相 登陸軍事制高點用數據透視真相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期的節目 相關的話題在今天的演播室當中 我們為大家請來了兩位專家 一位是我們的國際問題專家 鄧建群先生 您好 還有一位是軍事問題專家 魏東旭先生 您好 歡迎兩位參與我們今天的討論 那近期我們看到美方 是公布了新任命的駐印度大使 那麼同時這個駐印大使 就釋放出了美印要加強 軍事方面合作的信息 消息一出 印度媒體就順勢提出了 如果美國可以提供一些 秘密武器的話 或許可以更加有效地針對中國 那麼與此同時 美方還打造了速龍系統 想要去給巡航導彈一個致命的偽裝 那講開話題討論之前 首先我們要有請小葉 為大家帶來本週的 媒體瞭望台 有請小葉 好的 通過央視網提供的數據 我們可以看到 關於這個事件最熱門的五條評論 首先來看第一條 針對印度近期試射的 超遠程反潛導彈 印度媒體評論稱 這是繼遠程炸彈 和智能反擊場武器之後 最近進行測試的 一系列印度本土的 防區外武器中的第三種 進一步加強了 印度空軍的武器庫 我們再來看第二條 央廣軍事引用專家觀點評論稱 印度發射的超遠程反潛導彈 其實就是一種火箭助推魚雷 印度沒有性能比較好的 反潛直升機 所以就只能借助於 按機的反潛導彈 而這也恰恰反映了 它的水面艦艇 反潛能力比較弱 在某種程度上 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 繼續來關注第三條 近日 美國總統拜登 提名的新任駐印大使 埃里克加西 在參議院聽證會上提出 向印度出售 我們最好的防禦軍事技術 以激發出印度的全部潛力 觀察者網評論稱 進口這些武器 目前還是異想天堪 有印度網友表示 這些都是漂亮話而已 不見得會有真正的行動 繼續來看第四條 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稱 冷戰之後 印度利用其他大國 對戰略需求進行實力套現 享受了外交中左右逢源的靈活性 但難免會喪失一定的可靠性 如印度實力相對較弱 可能會成為其他大國的棋子 缺乏可靠的盟友等 最後來看 自美國提出所謂印太戰略以來 在其煽動和帶領之下 印太地區軍事化態勢 越是越發嚴峻起來 人民網看文稱 印太地區多數國家 不願被美國綁上訪華戰車 作為全球利益交織最密集 互動最頻繁 經濟最活躍的地區 印太地區應成為 各國互利合作的大舞台 而不是大國聯合博弈的競技場 以上就是本週的媒體《遙望台》 彤彤 印度接連的試射導彈 同時美國的駐印大使 又宣佈將會跟印度 一起來展開軍事方面的合作 那麼美國到底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武裝印度對抗中國呢 節目的開始 我們先通過一個短片 來瞭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印度國防部宣佈 印度在12月23號成功試射了一枚 國產普拉雷彈道導彈 12月18號 印度國防研究與發展組織 在今年第二次成功測試的 被視為印度航母殺手的 新一代可攜帶核彈頭的 彈道導彈烈火屁 印媒聲稱這意味著印軍實現了 精確反擊能力 此前印度還成功試射了配備有魚雷的 超遠程反潛導彈 印度軍事專家稱 在靠近馬六甲海峽西部的 尼科巴群島軍事基地 部署此類反潛導彈 可以有效封鎖海峽西部入口海域 印媒梳理後發現 印度在12月試射的新型導彈 和火箭彈武器多達7種 此外 由美國總統拜登任命的新駐印大使 埃里克·加西提近日表示 它將推動美印在防務領域的合作 加強印度的邊境防衛能力 和遏制所謂的侵略 印度《歐亞時報》還猜想了印度 想要從美國購買的五款先進裝備 以威懾中國和巴基斯坦 獲得決定性優勢 分別是F-35戰鬥機 核動力潛艇 武裝無人機 美國製造的定向能武器系統 和戰略轟炸機 但印媒也承認 引進這些武器 目前都還只是脫離實際的願景 如果美國認真考慮減少印度 在國防領域對莫斯科的依賴 那麼加西提上任就會著手處理此事 我們看到印度最近是試射了 超遠程的反潛導彈 然後印度方面說 如果把這個導彈部署在 馬六甲海峽西部的話 可以有效地封鎖 馬六甲西部海域的入口 所以我們的第一個問題 特別想關心的是 印度這樣做的這個計劃的可行性怎麼樣 它想封鎖的是誰 針對的是誰 這種遠程的反潛導彈 確實有可能會被部署在 安達半尼克巴群島 它的射程是接近600公里左右 那麼從這個群島上的 這種軍事基地發射 針對馬六甲海峽周邊的一些海域 確實可以構成這種直接的 這種火力威懾 那麼它所針對的目標 應該是包括中國 或者是包括中國海軍 但是我認為這個導彈有點問題 首先印度其實它在這個軍事層面 聯合作戰能力 包括體系化作戰能力 是非常弱的 一旦到了真正的這個戰場上 電子情況很複雜 雙方之間能不能溝通 這個導彈能不能打準 我認為是一個位置數 那麼還有另外一種可能 它可能是一種變通的 遠程的反艦彈道導彈 因為現在印度非常希望 研製這種反艦彈道導彈 但是它沒有辦法去解決 這種末端的製導問題 既然我打不中 那麼我在這個戰鬥部上 就裝一個魚雷 魚雷是具備這種自導能力的 那麼它也可以針對水面戰艦 去進行這種攻擊 那麼針對馬六甲海峽 進行這樣的一個封鎖 或者說強化這種火力的威懾能力 可能也是想針對 不斷走向遠洋的中國海軍 進行一定的制衡 這個印度的舉動 不光是剛才魏先生提到的 這個試射反潛導彈 包括它最近還試射了 這個號稱是印度版的 航母殺手 烈火屁這個彈道導彈 所以滕老師 印度這是在維護安全 還是在製造恐慌 應該看出印度在國防 和軍隊建設方面 它一個重點方向就是把海洋 把它周邊的一些區域 作為它重點的防護 或者是打擊的區域 那麼印度現在加強對海打擊能力 攻擊能力 它重點發展兩型作戰手段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航母殺手 那麼烈火屁 它應該是保護自己的 所謂的海洋權益 提供這樣一個重要的 對水面大型目標的作戰手段 另外就是剛才講的 其實就要火箭助飛 魚雷 那麼從600公里反潛 這個從時間上我覺得它就很難 那麼等到這個導彈飛過來 15分鐘以後 那麼2000米可能人家早就跑了 所以對於印度發展 這樣一型的反潛魚雷來說的話 應該說看出它的用心所在 但是從實際價值來說的話 那並不是很高 印度頻繁地試射導彈 那麼是不是像印度媒體 所說的那樣 印軍已經具備了 精確反擊的能力了呢 接下來我們還是要 有請小葉帶來他的觀察 小葉 好的 近日印度測試了聲稱具備 反艦能力的 烈火屁彈道導彈 這款號稱能夠攜帶 核彈頭的彈道導彈 究竟是否如印度所說的一樣 印高調試射導彈的背後 又包含著怎樣的含義呢 首先來看 彈道導彈執行反艦任務 首先需要解決目標信息問題 12月18號 印度試射了一枚 最大射程2000公里的 烈火屁彈道導彈 印方聲稱這款導彈具備反艦能力 然而彈道導彈想要打擊水面艦艇 需要提供準確的目標定位信息 才能夠提供導彈發射 所需要的參數 目前提供水面目標信息 需要高度依賴衛星偵察系統 然而印度在2018年 到2021年的4年的時間內 僅進行過16次衛星發射任務 很顯然除去商業衛星發射任務之外 印度偵察衛星 是無法支持一套完整的偵察系統的 我們再來看 印度彈道導彈究竟能否做到 快速反應 快速發射呢 即使印度解決了目標信息問題 也仍然面臨著反艦彈道導彈的 反應速度問題 對於印度來說 導彈的快速反應 依然是一個還未突破的領域 印軍宣稱 烈火導彈可以在15分鐘內完成發射 但是目前印度中遠程彈道導彈的 發射試驗對位於奧里薩邦的 卡拉姆試驗場依賴度極高 在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中 印度烈火系列彈道導彈 進行的38次試射 全部都是在這裡進行的 但是真正在實戰的野外發射狀態之下 印軍的彈道導彈能否達到 這一反應時間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彈彈 當這個朱印大使提出說 未來可能會加強跟這個印度方面 軍事合作的時候 印度的媒體立馬就列了一個 夢想清單 就是一些如果美國 可以賣一些秘密武器的話 說可以更好的 可以針對中國 所以滕老師覺得 美國可能會滿足 比如說印度提出的這個願望清單嗎 從現在來看 不能完全按照印度想要 就能給的這樣一個標準 或者這樣一個原則 那麼美國確確實實在武裝一些國家 你比方說武裝澳大利亞 武裝日本 那麼武裝這些國家的目的 主要是在我們當面 在中國當面 形成這樣一種橋頭堡式的 或者是前沿陣地式的 這種建設 讓他的盟友衝在 跟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最前面 他躲在後邊 那麼對印度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最大的一個障礙 它不是說能不能賣的問題 關鍵是美國相關的法律條款 允不允許 那麼拜登願不願意 現在看的話 美國2020年它的武器出口是下降的 一個是疫情生產力不足 第二個呢 就是說拜登嚴把武器出口關鍵 這是一個政治考慮 拜登現在收緊軍品出口 不是為了賺錢而出口武器 但更多的是通過軍售 來影響地區 來控制某些國家 所以我個人感覺呢 印度還沒有到這個份兒上 就是親密無間 你想要什麼就給什麼 這樣一個狀態 我們看到呢 印度只是美國 整個亞太戰略當中 其中的一環 現在美國呢 也在自己研發武器 比如說打造了一款 名為速龍的托盤式武器系統 據說呢 這個武器系統的名字 還是來源於我們中國 古代的一款武器 我們還是要先通過短片 來了解一下 12月16號 美空軍研究實驗室宣布 其研發的可用於 軍用貨運飛機的 托盤化武器系統 速龍計劃 完成了發射 巡航導彈的首次實彈測試 一架MC130J特種作戰飛機 在飛行中投放了一組 四連裝速龍部署系統 最終巡航導彈成功摧毀了 位於墨西哥灣的一個目標 據美軍披露 該項目的名稱 來源於一種有著千年歷史的 中國弩箭發射器 美空軍還表示 在過去的五個月裡 速龍已經在MC130J EC130SJ 和C17A三種不同的飛機上 進行了五次飛行測試 這可能最終讓美國及盟友 具備把運輸機 變成全副武裝的炸彈卡車 以及讓作戰指揮官 從安全距離 對對手目標加大火力打擊的能力 《阿聯酋國民報》發表文章認為 五角大樓正在為 從規模較小的戰爭 轉向於中國 俄羅斯等對手 更常規的對抗衝突做好準備 另據美國驅動網站報道 美軍高超音速空射快速反應武器 AGM-183A導彈第三次試射失敗 報道指出 這會增加軍種內部 以及美國軍方和國會 對各種新型高超音速 對武器試驗缺乏進展的不滿 因為我們看到 美國第三次進行 這個高超音速導彈施射失敗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又有了這個速龍拓盤武器系統 大家會覺得說這是一種 比如說對短板的彌補呢 還是說美軍現在這個作戰思路 出現了一些變化 比如說他可能採取這種 非對稱性的這種措施 滕老師怎麼來看 這兩方面都有 一個就是彌補空軍在冷戰結束以後 在歷史戰鬥當中表現比較差的 這樣一個 短板 那他現在要跟大國進行戰略競爭 所以他現在你看他戰備方向來說的話 不管是海軍還空軍 都強調對大國的投機 第二個方面呢 我覺得還是跟他的這個作戰 樣式的改變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把民用的 或者是把他的這個 空軍的龐大的戰略 這個運輸機群 來改裝成轟炸機 那麼將來的話 你將對方的防空你怎麼做 你現在的防空基本上都是 對著作戰飛機來的 那麼轟炸機來的 那麼他用這個運輸機 再加上盟國的軍用運輸機 那你怎麼防 所以從戰術層面來講的話 也增加了它的隱蔽性 突擊性 特別是對於一些 比較強大的國家的 這樣一些突擊打擊 它分散式分佈式 這種進來 完了以後 遠遠地把這個導彈打出去 它就跑了 美國的速龍計劃 從啟動設計 到首次進行系統飛行實驗 總共是花費了十個月的時間 那麼在五個月之後呢 就進行了實物飛行實驗 美國為什麼會這麼著急 這款導彈系統 到底還有什麼樣的厲害之處 我們接下來還是要有請 小葉為大家帶來介紹 小葉 好的 速龍托盤化彈藥系統的出現 確實增加了 美空中打擊平台的數量 但是速龍系統 從推出概念 到首次測試僅有兩年 至於能否提升 美軍應對大規模戰爭的能力 還是一個問號 我們來看 首先 幾戰運輸機資源 美國空軍機動司令部擁有 主力運輸機623架 其中C-5M52架 C-17228架 C-130HJ343架 數量上不可為不多 但是這些運輸機在戰時 將會承擔繁重的空運任務 根本沒有時間充當轟炸機的角色 如在伊拉克戰爭期間 美軍運輸機部隊 應對空運任務都已經疲於奔命 以至於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 弗蘭克斯 不得不多次推遲進攻計劃 動用了除藥員專機 和退役救護直升機的 所有機種參與運輸 中等規模的戰爭尚且如此 更何況是大規模戰爭了 專門負責研究空軍問題的 美國智庫米切爾研究所認為 將運輸機改為裝載 拖盤化彈藥的五庫機 不但成本高昂 而且代價不菲 甚至可能對整個戰局 產生不利的影響 我們再來看 殺傷效果有限 AGM-158B巡航導彈的價格 為135萬美元 射程1000公里 但是為了保證發射平台的安全 只能在距離海岸線 900公里以上發射 遠遠達不到戰略打擊的目的 此外 AGM-158B巡航導彈的 飛行速度很慢 只有0.6馬赫 一旦被發現 很容易遭到雷達和計算機控制的 小口徑速射炮的攔截 彤彤 大家都提到的 這個速龍托盤武器系統 就說它可以搭載到這個運輸機上 來實現這種攻擊性的效果 所以魏老師 可以給大家來介紹一下嗎 就是這樣的一個武器系統 它的這個初衷目的和目標 是什麼到底 這是美國空軍要全方位地提升 它的全球的打擊能力 因為現在美國空軍 進行全球化的打擊 主要是依託於它的戰略轟炸機 但是戰略轟炸機在海外進行部署 麻煩非常多 可能部署的區域也會受到一定的限制 運輸機就不一樣 它可以在海外的 這個盟友的一些領土的範圍內 甚至包括一些檢疫機場 進行快速部署 那麼整體的全球的打擊能力 或者說呢 這種巡航導彈的這個攻擊能力 就會全方位地提升 另外有它可以快速地武裝盟友 讓盟友的運輸機也都變成 這種轟炸機 或者是這種導彈的 這樣一個發射平台 所以利用一種彈藥模塊 針對運輸機進行改造 從客觀上而言 我認為這是一種聰明的做法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 它是欺軟趴硬 如果對手實力很強 人家是戰略空軍 本身就可以飛得遠 打得遠 那麼你這個運輸機 目標和個頭都非常大 而且飛行速度又很慢 肚子裡面裝了一堆導彈 那麼如果對方的這種 比如說隱形戰鬥機 那麼對你進行這個獵殺 那基本上這些帶導彈的運輸機 都會變成空中的一個火球 所以我認為還是欺軟趴硬 面對強大的對手 這種速龍彈藥 不一定它敢輕易用 或者說它肯定會面臨 很大的這種損失的風險 美國不斷地渲染中俄 美國在太空的威脅 而2022才年的國防授權法案當中 美國媒體也認為一致 向支持太空計劃 釋放出了積極的信號 那麼美國為什麼會如此在意 太空領域的安全競爭呢 接下來我們還是要通過 短片來了解一下 登陸時間21號下午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舉行新聞發布會 宣稱現在的美國與盟友 比一年前更加團結 在與中俄打交道時 處於更強大的地緣政治地位 此外 美國2022才年國防授權法案 為國防部的太空計劃 撥款為159.457億美元 美國陸軍部長 克里斯汀 沃姆斯聲稱 美國需要加強 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 為此 美國陸軍正開展 太空和網絡電子戰演習 包括加強與印尼 泰國 印度等國的軍事聯繫 為與中國的所謂 潛在衝突做準備 另據路透社報導 美國近日舉行了名為 《太空旗幟的太空作戰模擬演練》 此次演習將中國和俄羅斯 作為假想敵參考 美媒提到 美國太空軍副司令戴維·湯普森 毫無根據地污衊中國和俄羅斯 經常使用激光無線電干擾 和網絡攻擊 對美國衛星進行非動能攻擊 湯普森還炒作稱 中國的太空能力 可能在2030年之前超過美國 此前 俄空天軍首次使用 努多利反衛星系統 擊毀低軌運行的 退役電子偵察衛星 此舉引發西方高度關注和擔憂 俄方表示 反衛星試驗 是對美疆太空武器化的 針對性回應 我們看到美國這個高官 也有一些表態 說他們希望未來可能會加大 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 滕老師怎麼來看 就無論是從軍事準備上 還是從這種外交政策的策略上 對於東南亞 來有效制衡中國 這樣的一種思路的考慮 應該說這是特朗普政府期間發起 然後現在在拜登政府期間 得以強化的一個重要的方向 他不斷地派出高官 包括常鴨國務卿舍曼 還有國防部長奧斯汀 還有他的副總統哈里斯 那麼前兩天我們看到布林肯 也到了東南亞國家 他一直在渲染一個中國威脅論 那麼在軍事方面來講的話 這應該說是美國整個一個 對華戰略競爭的一個軸心 這個區域你可以看一下 它連接的印度洋和太平洋 如果說這個地方斷的話 那它肯定是兩洋 兩洋戰略的話 它肯定是失敗的 我認為這個區域 可能是未來美國對華 如果說有這個戰爭行動 作戰行動來說 它是一條防線 那麼從關島 菲律賓海 南海 孟加拉灣 你看最近一段時間 美國的航母在這個地區搞演習 而且不斷地把日本的航母 加賀號過來 抽雲也過來了 那麼英國的伊麗莎白號編隊 也過來了 那麼它什麼概念 就是說我通過這樣一個 移動的打擊群 那麼從關島到孟加拉灣 形成一條 向你這個發進攻的這個戰線 那麼這個時候 它就體現出南海 或者東南亞國家這個重要性 所以美國在這個地區 加拿大工作力度 它有自身的利益考慮 同樣的 也是它整個一個地緣戰略的需要 美國太空軍的高官 是不斷地污衊中國和俄羅斯 對於美國的衛星 進行了非動能攻擊 但實際上 美國做這件事情 才真的已經有很多年了 那麼相關的情況 我們還是要有請小葉 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 小葉 好的 近年來 美國多次稱 自己的衛星 遭到別國的非動能攻擊 然而在美國指責他國之前 不妨先照照鏡子 因為美軍自己 才是非動能攻擊衛星的信通者 早在1959年 美國就進行了第一次成功的 反衛星武器試驗 在1985年和2008年 美國兩度以動能攻擊的方式 摧毀衛星 但正如前美國空軍情報官員 亞倫·貝特曼所說 直接攻擊會造成大量的碎片 這些碎片會危及 美國自己的衛星和航天器 因此 貝特曼建議美軍 把重點放在發展 非動能攻擊系統上 不管這位美軍情報官的態度 有多少被五角大樓所聽取 但美軍確實發展出 強大的非動能攻擊衛星的技術 早在2004年開始 美軍就部署了反通信系統 該系統是美國太空軍 目前唯一的進攻武器系統 和俄羅斯的基拉達2系統 一起是世界上典型的 非動能攻擊系統 美軍的反通信系統 能夠對地球同步軌道通信衛星 進行有效的煉路干擾 從而破壞衛星的正常運作 甚至能讓衛星暫時癱瘓 儘管關於美軍的 反通信系統的信息極少 但根據美國空軍雜誌的報道 美國太空軍已經簽署了一份 價值1.208億美元的合同 用於開發陸基可部署電子戰能力 目標是對抗別國的通信 預警 廣播等衛星系統 根據這份合同中流露的信息 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在本土的三個基地 和境外機密地點 已經至少部署了多達16套 反通信系統 而這些系統計劃會在 2025年2月前全部完成升級 而美國究竟有多少套 反衛星通信系統 沒有人知道 除去此類破壞衛星通訊的 電子戰能力之外 國際研究組織 安全世界基金會的研究報告認為 美軍現有的激光武器技術 雖然無法直接燒毀衛星 但至少具備令觀測成像衛星炫目 甚至直接致盲衛星的能力 彤彤 我覺得美國現在其實 被害妄想症的這種感覺 是越來越強烈了 比如說前一段時間 俄羅斯有一個反衛星試驗 其實這只是一個很正常的 一個常規的試驗 但是西方國家都特別地緊張 然後就開始像美國就炒作 說中國和俄羅斯都對美國 進行了這種所謂的 非動能攻擊等等 說在這個太空領域 中俄要碾壓這個美國 怎麼來看待美國的這種心態 尤其是在太空領域 自己的這種心態 我認為它就是賊喊捉賊 因為現在美國已經成立了太空軍 那麼它要為這種進攻性的 武器裝備的軌道部署 或者是太空層面的部署 要找一個藉口 所以它一定是要往其他的國家上 貼這種危險的這種太空標籤 那麼俄羅斯之所以 進行這種反衛星的試驗 主要是出於防禦的需求 針對美國的太空野心去進行制衡 那麼至於說我們中國 我們是完全地和平利用太空 而且我們希望在太空的科研方面 是推進國際合作的 那麼真正威脅太空安全的 其實就是美國 尤其是美國的太空軍 因為它已經是準備好了 硬刀子和軟刀子 那麼像一些這種軌道攻擊武器 尤其是X37B 那麼未來它會成為一種 太空的無人戰鬥機 既可以進行軌道攻擊 軌道打擊 說不定還會以天打地 針對地面的目標進行軌道轟炸 除此之外 現在的美國太空軍 已經開始裝備 從L3哈里斯公司所引進的 也就是採購的這種 衛星信號的干擾器 那麼這就是一種軟刀子 要針對其他國家的衛星信號 要進行干擾和屏蔽 支援美國的這種 其他軍兵種的 這樣的一些作戰行動 所以我們看 真正威脅到了太空安全的 正是美國 尤其是美國的太空軍 好的 非常感謝兩位 分享你們的這個觀點 這個話題我們先聊到這兒 先進一段廣告 馬上回來 阿龍盟友對付中俄 已經是成為拜登政府的一大 所謂的制勝的法寶 但是正因為西方的打壓和制裁 中俄之間的合作 才變得越來越有意義 太空戰的陰影正向我們走來 各方都應該保持高度的警惕 好 感謝您收看 本期的軍事制高點 登陸軍事制高點 用數據透視真相 大家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